今天武汉的天气非常晴朗 江汉大使就在我的对面 据说已经被作为学校的隔离区 那么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吧 记得N95口罩 做好防护测试 做好防护测试 戴回口罩 准备 出发 楼下的红灯笼 仿佛时刻提醒着我们 如果没有这场灾难 这原本将是一个幸福的春节 马路两边停满了车辆 但是却没有一辆车可以再行驶 武汉 下次真的被爱上了 赞天见 封城一来 汽车出新 成为武汉人外出 唯一可以选择的方式 对面的就是江汉大学 这是我们武汉市首批征用的高校 四周和这些公共的设施 全部都已经拉起了警觉线 以防止有外来的人员 打了进入咱们的学校 按计划这原本应该是开学的日子 这里应该不满着急蓬勃的神移 而现在除了运输物资的车辆 狂无一人 这里已经被铁栅栏围起来 一共隔离使用 在这个后面呢 就是这一次咱们江汉大学被征用的 供咱们隔离病人居住的场所 和公安民警们正奋战在 咱们的学校保卫第一线 学校现在俨然犹如一个工地 有很多的施工工人在此紧张的施工 这是一间已经被清理干净的学生宿舍 志愿者们正在紧张而忙碌的清理施工 正在动摇一边尽快腾出宿舍 供一线的患者使用 为抢时间他们拒绝了采访 学校将所有的咱们的学生的 很多物品都集中保管在一个地方 大学美好的地方 逢考必过 咱们的江大学组 生活还是非常的积极向上的 早安梦想 新白理者办总是 一定要坚持 这又是我们的一个 储物间 这个宿舍 这个宿舍应该是四个非常可爱的小姐姐 因为我们在每一个书桌前都看到了一句 先女是不会生气的 谢谢小姐姐 谢谢你们 作为在幸福中长大的8090后的孩子们 老一辈曾讲告诉我们 钢铁是怎样念仇的 终于 在国难当头的时刻 看到了我们伸出的手臂 2003年的非典 他们保护我们 而今天 换做我们保护他们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广州新闻网客户端 想念仇恨 终于 老大 来 玩